過去幾年時間裡,在韓國爆紅的台灣國民美食 除了珍珠奶茶與雞排之外 其實紅瑞珍三明治也榜上有名 一個三明治是怎麼樣跨出台灣近居海外市場的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交點觀點Plus,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我是怡珍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6月3號 由林玉婷、蔡幸如所撰寫並刊登在商業週刊官網的文章 2018年,紅瑞珍在韓國宏大商圈開設了第一家海外分店 不僅至今已展店320間,建設4間中央工廠 一天賣出近15萬個三明治 2020年4月更早上寄生上流演員崔宇直 作為品牌首位代言人 紅瑞珍跳脫以往台式傳統餅舖的風格 在韓國門市換上簡約俐落的LOGO與門市裝潢 並為三明治重新設計、包裝、外帶盒 儘管賣的人是紅瑞珍的古早味 但從外觀看上去,他更像時尚的輕時點心店 若一不絕的年輕上班族 從早餐、午餐、吃到下午茶 紅瑞珍董事長洪俊生提到 從與韓國代理商合作的過程中獲益良多 看著韓國紅瑞珍轉型的成功經驗 讓他從中看見未來台灣紅瑞珍的發展方向 因此台灣也開始積極開設新型態概念店 冷藏櫃販送三明治以外 也加入茶飲選擇 一步步改頭換面 更與成品書店合作 希望將紅瑞珍這個70年老品牌的滋味 以更年輕的方式走進消費者的生活中 蜂名韓國的紅瑞珍其實過去經歷了許多食安、版權爭議的問題 看來簡單代表台灣的古早味的紅瑞珍三明治 是很多外國旅客來台灣時會去尋覓的台灣代表食物 早在2015年時更因為香港藝人唐世勇 將紅瑞珍三明治帶回香港銷售而引發搶購熱潮 但也因為民眾代購、分銷、運輸保存不完善 導致三明治品質變質 在香港移行46人食物中毒 2020年5月還有近百人因食用防冒品牌 紅家首作《紅瑞珍三明治》 引發疑似食物中毒症狀 經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後續調查 更發現該製造廠並無登記執照 為此,紅俊生也首次於2020年5月25日 在台灣大陣仗召開記者會 不得不出面澄清 紅家首作跟紅瑞珍沒有關係 但也因為事件發生之後 讓紅俊生重新審思 紅瑞珍的品牌整合 2018年以簽約授權的方式 開放既有紅瑞珍門市的家族成員使用商標 也禁止各店在以代購和競效的方式 把三明治賣到海外去 過去紅瑞珍三明治的工藝傳承 一直都是靠著家族餅店的前店後藏模式 但若要擴大品牌經營 品質維持絕對是重要的關鍵 許多人覺得紅瑞珍三明治看起來很簡單 但除了好食材、特殊配方外 要如何維持口感、品質也需要下苦工 尤其遇上夏天 三明治如恆、低溫配送、保存更是重要環節 雖然是因為防茂品牌的食安事件 迫使紅瑞珍面對媒體談論家族糾紛 但也是促使他們加速轉型的一個契機 從商業策略面開始反擊行動 香港展店也預計在8月正式插旗 讓香港的民眾可以吃到真正的紅瑞珍 紅俊森也希望藉由新店型的轉型 慢慢將之前授權給家族成員的品牌店 能夠統合進新的冷藏銷售體系 這段路雖然不好走 卻是一定要走的路 畢竟消費者認的是紅瑞珍三個字 如何讓消費者不再混淆 是做出好的三明治之後 更應該要做好的品牌維護 紅瑞珍的故事就如同人生一般 在輝煌時遇上難免無法預測的難題 但是難題不是重點 而是你要怎麼去面對這個生命的功課 讓這個過程成為你的養分 讓看似走投無路的盡頭 卻是希望的起頭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啦 希望透過今天的分享 都能成為各位聽眾的幫助喔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 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吧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是怡貞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